電競比賽難不難 林佳榮小事伸手一番 果真行行出狀 原不假 台中推廣電競產業 三日成立電子競技運動委員會 請來新議員江兆果擔任主委 搭配電子商圈及青年學子 落實ACG產業政策 隨著各縣市積極發展電競產業 台中不落人後 立法院去年第三讀通過電競 納入運動產業 在去年電競也列入了替代役選項 三位好手卻憑中選入選資格是一大關鍵 世界賽的前三名 或者是亞洲的前三名 再來就是在台灣的職業聯賽 然後必須要出席打一定的 就是他不能被刷下來 他必須一直在一級聯賽待一陣子 那要達到那個資格 並且要有那個名次才符合資格 電競體代役除了培訓手感外 也能藉由常才培訓下一代 目前台中市有喬光科大與青年高中等學校 針對電競選手培訓計畫 那麼預計10到12月 也會有一系列台中校園電競講座 與電競產業互動體驗營 讓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智慧之城 歡迎收看洪世成蔡志玲台中報導